先回到数学函数这个范例 还记得卡卡实验小学这个 旁边有一个叫Count Count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话呢我希望做出什么效果呢 请你告诉我 这个范围里面呢 有几个数字 当然不是叫你1234 是要你去找什么 找有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用函数帮我算 第2个问题也许你把它输入到这边 那除了是几个数字之外 数字 几个数字之外第2个问题 这里面有几个 是有资料有资料也是 包含就是管他是数字还是文字 还是什么true force 反正都算 这里面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第3个问题是这里面有几个空白的 不是叫你用算的 123 你可以算 不过以后你的范围如果多的话 那这个怎么算得完 OK那第4个问题是这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数字 但是他又 大于30的有几个 大于30 但你不是说 这样 也是一样 就是不是叫你用算的 你用什么 像以前是什么把它印出来 然后慢慢去把 用 慢慢用眼睛算 这个地方呢 我是希望 这4个问题 能够借由 插入函数的时候 里面会有一个函数 所以我这边可以 提示一下 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他会在统计里面 统计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其实这每一个每一个 他上面都有说明 你只要游标放上去 他会告诉你什么 这个函数 他是做什么用途的 这个函数 他是做什么用途 其实答案都在这上面 你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可以 把它去了解 你会发现 其实答案都在这里 剩下来就是什么 你就 看懂 他给你的提示之后 那你试着做做看 你就可以把答案给做出来 那 当然函数主要 并不是要你去背 说这个函数怎么用 而是你要灵活的去使用 也就是即便你没有用过他 但是你可以借由他的规则 其实你就应该学的是 使用函数的规则 那你如果学会之后 即便你完全没用过 马上也可以上手 OK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讲的有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然后提示就是 统计里面的 这个范围 其实四个 上面好像都有说明 而且感觉好像都还蛮像的 你又要放上面 下面就有说明 OK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用土法链钢的方式做 千万记得 以后 上过我的课 不要说 你到工作上 你还土法链钢 如果是这样 你不要说你有上过的课 不然我会觉得说 这个上过的课 还用土法链钢 因为很多工作里面 还是很多上班族 在用土法链钢的方式 在工作 这样子 他一定不可能找下班 一定 一直都很忙 如果你用对方法 插入函数 我讲过你可以在统计里面找到什么 康子函数 他下面就讲得很清楚 计算范围中 包含 数字的 储存格数目 所以你再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告诉他说 你帮我算一下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他就会返还结果53个 答案就是53个 OK 那第2个问题是说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那有资料的其实就是往下找 你刚刚 count 下面有个 count A 有没有 非空白储存格 意思说有资料的意思 那你一样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59个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有没有 那第3个问题是 空白资料有几个 那底下不是有个 count 什么 count blank blank就是空的 意思说帮我算一下里面是空白储存格的数目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告诉他说这里面有几个空白帮我算一下 7个 有没有 他返还7个 那里面大于数字的话 大于30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第3个往下 123第4个 counts if range 什么range 这个范围 告诉他说这个范围 那条件 这criteria 是 大于 30 这样就可以了 大于30 告诉他 不过你离开的时候呢 他前后会帮你加双引号 意思就是这个一定上的文字 总共几个呢 7个 因为他会大于30 去帮你一个一个算 算对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一个 他就帮你加1 加2 加3 一直往下 一直加加加 OK 确定 7个 这个怎么 也是7个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刚刚讲的这3个 4个函数 那另外 请各位也是利用类似的方法 开启刚刚 另外一个 黑名单筛选的 范例题 那这个练习题 的逻辑非常简单 他要我们怎么样 黑名单 那这个也是工作上 某一位 上班的一个同学 他问的问题 他说他每天都要算 这个黑名单 总共有 感受向下 2万多个 那 他老板会给他 查询名单 他跟他老板说 你帮我在这边黑名单 这个查询名单 帮我找一下 他是不是黑名单 如果是的话呢 帮我call到这边来 A1一直往下call OK 那他如果不会 对的方法的话 他可能就是 这个 C 然后 1到这边 顶多会寻找 所以什么 常用里面不是有个寻找 寻找然后把这个寻找贴上 找找看有没有他 全部寻找找到了 那表示他是黑名单 他以前就这样做 可是问题 他总共要找几个名单呢 他这边有个感受向下 他给我的提供 1000个 他光每天做这件事情 他大概就差不多时间了 甚至更不要说底下机还有 他应该是给5000多个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那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方法 我希望呢 在这个查询名单1000个名单里面的哪一些是黑名单 那是的话呢 就把结果放在 这个查询结果里面 最好当然是一键完成 按下去 全部自动查出来 那会更是很棒的一些 感觉了 不过要怎么做 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我讲过很多东西没有标准答案 答案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这个答案也是我自己找出来的 那你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 可以也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给各位提示 也许你可以用什么 用conif就可以了 conif 因为他有个range跟criteria 你可以range指的是黑名单 criteria也许是那一个 那一个email 那如果是的话 他帮你算 那所以 是跟不是 你就把是的留下来 不是的把它剔除掉 或者是把是的留下来 把结果 贴到查询结果里面 就ok了 好